4月10日至13日,香港市民因来复过节四天小长假 依然严峻的疫情未能阻挡市民出行的脚步 在香港的部分商业中心、里岛、街头等 多处出现人挤人的现象 疫情发生以来,特区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项措施 包括关闭六大口岸、外来人士强制检疫14天 禁止多于4人在公众地方的群组聚集 关闭全城酒吧、麻将馆、卡拉OK场所等措施 减少人群聚集,降低传染风险 面对疫情,不少人选择了不出门 今年就假期没那地方去吧 出去都不安全 不会可能在家里看下书 一天去打窝,第二天就留在家里 但并非所有人都窝在家里 小长假期间,南亚岛、平州岛、长州岛等 都成了热门的出行地 在中环码头,准备乘船前往这些里岛的人非常多 穿上乘客的数量甚至不输于疫情之前 区别仅在于现在的乘客都戴着口罩 在长州岛,游客挤满了这个以抢包衫和飘色巡游而闻名的小岛 都不怕的,可能出来走一下,多些新鲜空气 然后那些人又会,现在的意识又高了 还有那些案例又开始少了,可能都会好 因为觉得实在是想出来了 之前两周一直没有出门 在港岛的铜锣湾商业区 放眼望去,车水马龙,人潮涌动 似乎并未受疫情影响 不少市民趁着小长假,前往商场扫货 各要装点门口,更是摆满口罩 消毒液,搓手液等防疫用品吸引顾客 更有餐厅集中的大厦外排起长笼 而在地铁站,巴士站,地铁内 更是稀来攘往 截至4月11日 香港再新增11例确诊个案 总数也突破1000人 港府呼吁市民不可放松警惕 若无必要,希望大家尽量留在家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